可能有一些老人家就觉得说 有些技术还是自己学比较好 千万不要靠全靠这种智能 有一天没有电的话怎么办呢 这句话的确是真的 我有试过这样的家里没有电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 尤其是手机也没有电了 然后你的iPad也没有电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电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你只能回归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方式 就是开一个小小的电子风扇 也是电的 然后看书就只能是这样 然后我们来聊聊 现在年轻人到底有怎样的智能电器呢 等下我们回来继续聊聊 你家里有没有这些智能电器 我要爆料 现在用68 ringgit迁购这个U-Home 5G 最好在家里用的最佳5G Wi-Fi 现在还可以迁购Sumsung智能大电视 这么好耶 你以为我要玩东西吗 我要说话 每个月最低只有65 ringgit起的 又可以添购这个最大85寸的Sumsung智能大电视 现在还有限时的这个因为 最后三个月可以享有免费电视的分期盘本 我要测试你电视尺寸多不多选择 多得任你选择 有50寸至到85寸都有 做送你免费的Wi-Fi 6 5G router 哇 Yu-Home 5G 超好耶 还等什么 真是来体验终极家用Wi-Fi和娱乐 星期一 星期五 晨早6点到10点 收听由Yu-Home 5为你呈现的 Mine Time 阳光餐饭 有个林德蕴和颜美恩 为你上班上学 我用DAIKIN每一天 我用DAIKIN很舒适 一百年热门科技 来拥有快乐 我用DAIKIN很生天 我用DAIKIN很多年 守候服务 让你安静无忧 DAIKIN一百周年 好力大放松 立即购买DAIKIN冷气机 就有机会迎去十个金币 或streamer空气净化器 去国调龟 配合我国第67个国庆日的到来 ASRO很荣幸地为所有ASRO用户 带来七个附赠频道 包括Gitup Showcase TVM Movies Is Now His Movies ASRO Box Office Movie Tanga Tire 和Z Cinema 让我们一起庆祝团结和爱国的美好精神 Ngaraku Ngarakita Mgavarsama ASRO祝大家67周年国庆日快乐 在我的节目 盲眼纷纷看来说 曾经说到一份匿名投稿 他问我 大头阿提 为什么我的不快乐 多不快乐 当下我确实不会回答 但我现在想对他说 超人也会累 所以你也有不快乐的自由 但是千万别让焦虑和烦躁毁了你 在这世上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